他一直没有要结婚的打算 每次吃饭 就把我带到附近的商场 看婚纪 我二十几岁就跟着你 跟着了都31了 说他父母得到肿瘤 来骗我 我着急 他的急躁脾气是你逼出来的 我都以为你真的不要我了 如果要走向婚姻 要治不到 我也是很愧疚 心里面也很难受 他现在有没有权利 不再等你 欢迎收看重庆卫视大声说出来 有请主持人龙勇 谢谢 心里疏导构建和谐 欢迎各位收看重庆卫视大声说出来 我是主持人龙勇 节目开始 毕竟介绍一下场上四位嘉宾 百合网首席情感专家周晓鹏小姐 心理专家雷鸣老师 影视角员吕佳荣小姐 来我们大声说出来 情感导师涂雷老师 欢迎您 好的 接下来我们认识下面的 这一对倾诉人 听听看他们的压力是什么 短片来了解一下压力倾诉 我现在已经有十多天没回家了 他打电话他根本就平静不下来 他一直不停地闹 不仅找我闹还找我爸妈闹 搞得我班都没法上 我跟他在一起都已经四年了 可是他从来就没有想要结婚的意思 我都主动向他求婚 向他提出结婚 他也是不愿意 我已经都31岁了 身边的同学 朋友 全部都结婚生孩子 我真的不想再等下去了 我真的不想再等下去了 要么结婚 要么分手 我现在不是不想和他结婚 我现在不是不想和他结婚 我目前什么进去的状况 他也很清楚 我希望他不要再跟我吵 再跟我闹了 大家真的想解决问题的话 就好好的坐下来聊一聊 不要再像之前一样逼我了 我们请两位青苏人上场 来告诉我们答案 欢迎他们 这位是天赐 主任好 郭建明好 林林 也欢迎你 是你被逼得很难受是吧 对 说来看你的压力是什么 就是目前我还没有结婚的 想法还是没考虑成熟嘛 然后就是他一直找我的朋友了 找我家人了 半夜三更跟我的父母打电话 就是叫我回来跟他结婚嘛 那我回想林林啊 为什么那么着急结婚呢 因为我现在已经都31岁了 我跟他在一起快四年了 他一直没有要结婚的打算 身边朋友 同学啊 全部都结婚了 我家里人也不要着急 不是 我不是不想跟他结婚 我是最近就是各方面 条件还没有成熟 他每次都是拿这个理由 他就说什么经济条件不好啊 我说我跟你在一起 这四年来了 一样的 你经济都是这样子 我一样没有离开你 你说你之前拿了各种方法 经过逼婚有意思吗 去年5月1号 我和他去当那个伴侬和伴娘嘛 当时有一个就是一个互动环节 叫手捧花 他当时就去行政院 特别特别感动了 接到了 对 他回来就跟我说 他说我们第二天去登记结婚吧 我就说再缓缓缓缓吧 他当时就生气了 拿着就是之前 看的那些楼盘一些资料啊 他就从窗户一下丢上去了 那当时的时候 是我们去一起当半年的时候 我拉着你手一起给我去抢 那个手抛球的时候 你当时就甩开我的手 你说这是年轻人干的事儿 那一次你现在就嫌我老了是吗 到了晚上的时候 朋友都问我们 他说你们两个什么时候结婚啊 他就说快了快了 我当时以下就特别激动 我当时就是为了 估计你的面子 估计你的心情啊 我怕你面子上挂不住嘛 我在这样子 我面子上挂不住 可是我当时就当真的 回来我才开始去收集各种资料 我就拿给他看 摆在他眼前 他装瞎装笼 不看我说什么话 他也不理我 也不怎么样 是急啊 你想原因没有呢 干嘛不结婚呢 四年了 不爱我了 听你有这样的怀疑 所以我才要逼着他结婚了 之前跟你说的很多遍了 你也不能就是每次吃饭 就把我带到附近的商场 干嘛去 去看那些婚戒 买了没有呢 只看不买 那也有人多伤心呢 但我就想看他反应 是不是有那种 要跟我结婚的打算 我是有跟你结婚的打算 但是我是说目前还没有考虑清楚嘛 哪一次你不是说的实际没成熟啊 我只是想给一个更好的生活而已 我什么都不在乎 我只在乎你啊 我只在乎你 是不是能跟我结婚 我想要一个家 我想要给你的一个家 我知道你想一个家 但是你给我一点时间考虑一下好不好 多长时间嘛 就是因为目前 我一直在在博会做点小生意嘛 做生意嘛 对 赚了钱没有 还没有 打算什么时候开始赚钱 这个 不好说 努力吧 对 努力中 不是 连肝脑都 三十一了 对 三十一了 我二十几岁就跟着你 我也知道 你二十岁就跟着 我二十几岁是一个姑娘 我觉得无所谓 等一年 两年 行 我现在三十一了 我马上奔四的人了 我知道你等不及了 但是你为了联合你的家人 你等我进去逼婚了 你的姐姐姐夫去年嘛 国庆节还结婚嘛 约我出来吃饭 其间她的姐夫就说 我们国庆节就要结婚了 干脆我们大时候一起办 哪个双距离民 大姐就比较喜庆一点 当时她没跟我说 突然把我约出了 我感觉就是你们三个人 都给我摆红萌燕给我吃 当时的时候 我是自己不好意思 再跟你说 我不跟你说 我们在结婚的事了 我就说把你给带去 我姐他们可能会说一些 就是他们现在就是 马上要结婚的那种感受 引导你进入这种感觉 你就想着也行 我也是该结婚了 我也年纪也不小了 我就想着是这样 你知不知道 你姐夫是怎么说的 你是个男人 你就把那个户口拿出来 你是个男人 就得对这个女人负责 我的感受 你当时你没有体会到 是 那件事情确实是不对 我不知道我姐夫 会那样做 当时我姐夫 也不是就是喝了酒的吗 那你们当时的时候 我们在那儿聊的时候 你也没有跟我们一起说话 也不搭理我们完全 为什么在这么激将你的心怀 你还是不结婚 不是不想结啊 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 就是想和他好好过日子 想和他结婚的 我拿了银行卡给他 哪知道我上午给他 他下午就拿去订房了 还教我王冠钱订金 你都把卡给我了 那肯定就是这钱 在我这来了呀 你最起码像买房这么大的事 你好好通知我一下吧 跟你说了 你会同意吗 我就想着 当时我给我姐打电话 反正问题是 他上午才给你钱 你怎么那么快就找到了 自己喜欢的房子呢 我给我姐打电话 我说他把那个银行卡给我了 而且里面还有钱 对呀 我姐说那你现在就过来吧 你来我这边 就是我们想去买 但买房子是一辈子的事 你不要跟他商量一下吗 我当时只是想着 就是把那个钱交了订金 回来过后再带他过去看 订金是没法退的呀 我跑去销售部退 别人都说 先生不好意思 你这个已经签了合同了 我们这退不了 搞得话销售部大了一场 你大了 那你回家的时候 他就对我发脾气 我从来没有看到 他发过那么大的脾气 当时也就特别心疼 那一怕嘛 他就逼着我给销售打电话 我就说 我说这钱都已经交了 之前早点给我打电话 不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吗 早点跟我说不就行了吗 我当时讲的就是 那个订金交了过后 退了没有 后面退了 怎么退的 就是求那个销售员 说了很多好话 后面就 没事 反正总之这事是解决了 这后面解决了 没错 这事情是解决的 他后面 你知道郑出现什么事吗 又咋了 他拿了朋友 那个回孕的册子来给我看 他跟我说 你看看 两个了 我怀孕呢 你当时跟他怎么商量的来着 就说 我就是劝他去做 那你为什么要朝另外方面去想呢 因为我目前的经济小学不允许 你要多少钱才能生个孩子结婚吗 自己就是说生活都比较困难 怎么信仰你小孩呢 你能不能给咱一个量化 第一 你月收入多少钱 四千吧 零零的呢 我就是自己有个小卖簿 好 过去有积蓄吗 有是有 但是他们做生意就基本上都 就赔进去了 你一定要有 你认为足够多的经济实力 来垫这个底 你才是接送 我是想跟他一个很好的生活 物质条件 什么叫很好的生活 好歹有套房吧 小孩去幼儿园 好歹是开车车去接送吧 好 那灵灵 当你听到说自己心爱的男朋友 连这个事都最终还是要你去做 当时我就不知道 要怎样来形容自己了 我就特地地觉得 我真的失望了 一个男人能做到这个份上 我心里想到就只有一种 他已经不爱你 他不愿意跟你再过生活了 我怎么不爱你啊 你知道你四中四五天 我有多着急吗 你身边的朋友 我每个人都挨个的打扁电话 后面就偶尔发现 我的朋友跟你聊天 聊天上 你还在跟你那朋友漂流 我当时一听见漂流 他当时就懵了 你不是刚做完怎么还漂流啊 甚至这样 我当时就感觉自己被骗了 又被他刷了一刀 不是逼得没办法的时候 我会拿出自己假怀孕的事吗 你俩有没有好好坐下来商量过 当下我们要不要结婚 我们到一块儿去 一谈到一块儿去 他就不说 谈过吗 他一谈到这一块儿去的话 他就不说话了 就我一个人自在自在 不是我不说话 他一谈他就很激动啊 你哪一次不是说的钱的问题 哪一次不是说 我现在没房没车 我跟你不是因为房 因为车在跟着你在家 我认识你的时候 没房没车是一样过 但是你没有考虑 你小孩现在出来过后 是不是多惨了 走都上学 他谁不希望老爸开着车去接他呀 谁都希望这样 我小时候就是走路上学 也茁壮成长了41年 也没落下什么病根 没什么 可以 真的 到底这个女人身上有什么硬伤 就让你这辈子就不能娶她 你跟我们说一说 就是她的脾气 脾气这东西你早就知道了 不是现在才知道 还有一点就是 特别不给我面子 在外面的时候 这个也是一个人的修养问题 这你也应该早就知道了 还有什么 还有 我觉得觉得 我跟他俩在一起吧 就像是在大伙过日子一样 就是我们平时就是说 钱方面各用各的 就是说在钱这方面 他更多的只考虑自己不考虑你 是这个意思吧 比较自私 那你说出个例子了 我跟他一起去逛街嘛 就是说他看中什么 我都比较舍得买 就是他给我买的 都是这块钱三双的袜子 要不然就是十块钱一条的内裤 就从来没给我买过那个 什么香样一点的 我就觉得 但我自己也没给我自己买 他觉得对自己 爹妈特别大方 也对一点 我不对我父母大方 我对谁 这么说吧 我尝试着来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探知究竟 首先怎么认识他 互联网上认识他 那段时间我就是做生意亏钱 然后也没什么心情去好好的工作嘛 然后就去那个网站去看一下 一看一下 这不就给我平时就是我住的附近的 那个经常去买那个烟酒的 女孩有点像嘛 然后我就去问他 他说是我 还挺巧的 时间久了嘛 就约出来吃吃饭看看电影嘛 然后就自然而在一起了 你觉得他哪儿好 他每天晚上在这儿陪我唠坑啊 就陪我说话啊 就是东聊西聊的 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有一天下雨吧 那天也没什么生意 他就直接那天雨特别大爱 去跟我买饭过来吃 我自己一个人在重庆 自己觉得也不容易 就是平常也没有人 就是那样子来关心你 慢慢慢慢就走到一起去了 刚开始挺好啊 怎么走着走着就走到了 今天这么一个尴尬 去年就是参加我朋友 就跟我朋友当了伴娘嘛 那时候 我是突然间就是 就有个感触 我也三十岁了 我着急 才三十岁了 因为我家里面 给我的养力也挺大的 是吗 重庆也催着你要结婚 就前段时间 我妈 还有就我外公 舅舅他们 都给我打电话 都说 你什么时候结婚啊 我只能说 那我说 我自己不愿意结婚 现在你 我知道你急啊 但我心里的压力是很大的 你急的话 我家庭条件你是了解的 你急的话 你又不能拿你父母的事 说他父母得到肿瘤 来骗我这个事啊 再编什么谎话 都不能拿父母亲的健康来说谎啊 这件事情 当时是我真的 我在店里的时候 我妈给我打电话是说的 她得了一个肿瘤 慢慢说 我妈当时跟我说的 因为我妈当时 她也不知道那是肿瘤 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肚子里有个肿瘤 我一下吓坏了 嗯 我不知道 该 怎么办 我才跟 我就给她打了电话 跟她说的 但你当时也不确定是吧 没嫁过后 我妈才跟我说清楚 她说不是肿瘤 是一个结石 还好 还好 嗯 我当时只是把我妈的话 拉出来说 我 我着急了 我们不知道跟谁打电话 我就直接跟她说 我说 没事 天慈你也回来 我知道你的心情啊 你刚才那个举动 让我们很钦佩啊 因为在咱们这个舞台上 有很多看着自己的心爱的爱人 在泪流满面的时候 无动于衷 对 我其实觉得她还是一个 蛮不错的一个女孩子 嗯 她跟我说结石 但是后面回家过后 我才知道清楚 马上我又在想 我是不是给她打一个电话 说清楚 我们之间 就因为上一件事情 很久她都没理我了 那我就 我怎么样理你嘛 哪也随便拿父母的生命 开玩笑的 你那么久也不跟我联系了 你考虑一下我吗 我都以为你真的不要我了 你现在好不容易 来转到这个态度来 来对我 来关心我 而且来跑到我家里 来看我爸妈 你平静一下 平静一下 不要哭了好不好 好好地说 好不好 其实我觉得看得你们俩这么吵 其实我蛮心疼的 我们尝试着 在今天这么一个氛围当中 有四位嘉宾坐这儿 帮你们分析分析 简压面对面 你们俩这样的关系 你觉得你会幸福吗 即使有一天你们真的结婚 你把她逼疯了 你觉得你们幸福吗 那是另外一个 更大的悲剧的开始 你不幸福 你的父母也不会幸福 到最后 这就是一个满盘皆输的 一个棋局 不是吗 如果说你今天确认 你自己也真的很想要结婚 如果你想好了 那你可以去这么做 如果你可能现在 并没有想好这个问题 你只是因为外界的压力 什么年龄 家庭 钱 这个乱七八糟 跟你心生没有关系的一些原因 去做这个决定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 先想一想这个东西 想好了 再想怎么做 我觉得逼婚没问题 但得看怎么逼 如果你把对方逼来 天天往后退 那不叫逼 最好的逼的方式是 你主动吸引他 他主动愿意跟你结婚 那才是一个很好的逼婚策略 就是你以不逼为逼 这样的话他跟你结婚 你真的可能会幸福 但是现在有一个前提是 你所想嫁的男人 真的一定要百分之百对你好 如果他对你不好 逼的干嘛呢 逼的没用的 虽然说的确他有 对你很好的地方 刚才他也表现出来 你一哭他就过来 但是我觉得他过来的 身体姿势特别生硬 他不是一个真的心疼你 他只是过来表现 你看我是不是在关心你的 都是因为你逼我 不是我不愿意跟你婚姻 所以我奉劝你的是 如果他不愿意跟你结婚 你不如好好先做你自己 你一样可以有大把的时间 去寻找真正爱你的人 想跟你在一起的人 但同样我想告诉给天赐的是 如果你真的觉得 这个女人哪里都好 就是脾气太急躁了 你千万记好了 她的急躁脾气是你逼出来的 因为她在逼你的同事 你也在逼她 我可以试想的状态是 你越是往后推 越是不同意 她的急就会越急 越急急到最后 有可能你们再拖一年 或者再拖两年 你们两个还是走不到一起 那这样的话 最后你们都会认为 对方是最恶毒的人 但其实并不是 对方是最恶毒的 有些时候可能爱情到最后分开了 是因为自己有些时候 把爱情逼到了绝路 所以我觉得你们俩 好好想清楚 希望你们能好 首先我们来看几个事实 第一个事实就是 即便是她怀了你的孩子 你也让她打掉 你也不娶她 对吗 不是 那个意思 你这样的事情你做了 因为当时你真的相信她 不早成吗 我也是男人 尤其有血有肉的 更不是男人 就是因为你老想把自己 标榜成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所以你就觉得 我不能跟她分手 一直把她耗到 50岁 80岁 90岁 直到你找到你想要爱的人 没有 没有 我不是想耗着她 我确实不是想耗着她 那你就是这么做的嘛 你不想耗着她 但是你希望她 主动跟你提出来分手 如果我提出来 对她说的话 因为我觉得 对她说是一个很残忍的事情 这个话我说不出来 那你就跟她结婚啊 这个灵灵啊 这辈子接下来不嫁给她 咱另打一主意 打过这主意吗 没有 现在想想 三十一了 有多的机会碰上另外一个男生 重新开始一段恋情 因为你等她没头 你也算是把该想的主意 不是都想了吗 你要想让一个男人 上赶着娶你 前提条件是 你可以不嫁给她 当你非嫁她不可的时候 你把自己逼进了四胡同 我想问一下女生 你为什么要结婚 因为我想跟她 组建一个家庭 除此之外呢 像你的腰腻 我爸爸出来车祸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瘫痪 她有没有去照顾过你的父亲 有 给她擦身子 有 像护工一样 这个男人不是没有感情 对 你的母亲现在是什么状况 妈妈没有工作 我妈就在家里面 所以其实更多的一种情况下 你所说的组建成一个家庭 还有一种很大的原因 你的结婚目的 是希望这个男人 更多的帮你扛起整个家庭的责任 有没有 有 我不能说这是不厚道的 我只能说 在两个人的婚姻之外 要承担大家庭的负担 这一点是有一点点自私的 虽然她无可厚悲 在这个时候 彼此之间恋爱 时间还不算太长 还没有谈到要结婚的 当口的时候 这个男朋友 因为这个事而退缩 你不能去谴责她 她有她选择的理由 她觉得我没有那么伟大 我承受不了这样的家庭压力 我只想谈一段简单的爱情 那么在情感上 她是负了她 但是从人道义上 我们没有资格去谴责 每个人去想一想 当你去结婚 面对这样一个情况的时候 你是否能够 毫不犹豫地答应结婚 所以这个东西 是别人主动去扛 就说得过去 你要别人主动过来承受 这是不道理 这是为什么要结婚 第二 结婚一定是双方自愿 否则将来就会变成埋怨 第三 什么时候结婚最合适呢 有一句话叫做 年轻的时候太早 年纪大了 已经晚了 那什么时候才整整好呢 我们经常会陷入一种误区 就像女生的 什么年纪结婚最好 我到底是年轻一点结婚好呢 还是年纪大一点结婚 我已经等不及了 她以年纪为标准 还有一种说明男生的条件 到底是先成家后立业 还是先立业后成家 其实这两种都是误区 都不构成婚姻非常充分的唯一标准 是否愿意结婚的唯一标准 就是当你们情投意合地迈过了 爱情的热恋之后 如果要走向婚姻 要志同道 这个志是什么 就是我接下来 我要说出你内心没有说出的话 这个志就是搭伴在一起过日子 而不会向某些人自私 自私的情况下 双方就没有所谓的志同道 其实在财务上这一块来看 女生非常自私 男生对于女生来说 在恋爱的过程当中 各种各样的经济要求 它都是予以复合的 买礼物也好 生活物资也罢 但是你要从他身上抠出一分钱 都抠不出来的 这是事实吗 是的 所以在你结婚的目的是什么 两者合在一起 就成为了他不愿意结婚的 一个主要理由 这个男生不是没有感情 如果他没有感情 不会那样去照顾你的父亲 他如果没有感情 就不会如此地去纠结 但是在志同道合这四个字上 你想想你自己是不是真正的 把他融入了我 把我也融入了他 我只是现在是把钱看得很紧 就是 你看得紧没有关系 那是节俭 我完全赞同 但为什么男生去 遇到一些紧急关头的时候 为你借五百块钱 你这一个字都不给 为什么 因为当时他来就跟我说 直接跟我说 你给我来一千块钱来 我当时说的 我要还给你的 你说还给我 你当时来的时候 我那天确实也没有钱 行了 这个针究的一点意思都没有 今天他没有愿意说出来 我做了一回丑人 我把这两件事说出来了 第一是结婚的目的 是要你承担更多大家庭的责任 第二是有关于利益上的自私 我把这两点事我帮你说出来了 但是你们依然要思考 我刚才所说的这三个问题 想清楚了这三点 就好聚好散 今天就做不了断了 希望今天你们能够做一个 对对方而言 一个负责任的答复好吗 来 请去密室里 天赐 请在大声台上大声说出来 好吧 让我牵住你的手 不再放开 让我陪你走下去 哭了相伴 感谢你让我 礼物 让我大声说出来 的依然说出来 里亮亮 有些事情我是 不愿意说出来 因为我怕说出来 更加会伤害到你 选择和你在一起 就要承担 对你家庭的一些照料 因为我目前 我还没有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所以说我希望你能够认真 考虑一下我们的感情 深重做出这个决定 就是我觉得我们 天天 我知道这些年 我们在一起不容易 我现在知道我有很多事情 我做错了 我不应该那样逼你 我现在不逼了 好 我们回到现场来 一百位观众 如果大家支持和赞同 我是指他们以结婚 为承诺的相处的话 请再表决期上按赞成见 如果大家连他们 甚至都不合适在一块 请按反对见 请感见 我们看得出来赞成48% 反对52% 彼此之间都很纠结 天赐 待会儿你有两个选择 第一 我们就分开吧 那你就转世离开 如果你还想继续坚持 和玲玲在一起 那就按下这个红色按钮 红色按钮按下之后 密室门会打开 玲玲也有两个选择 第一 留在密室当中 和你各走各的人生路 要么她走出密室 应成你刚才所说的 你的带友结婚的承诺的 继续在一起 好吗 好 来 接下来请为天赐 升起选择住 请选择 我还是选择不按 基于对她负责任的情况下 那是转声离开 再见吧 天赐 她做出这样的决定 我能理解 我这样逼着她去结婚的话 即使结了婚 也没有意义了 我会为你放弃一切 祝她过得好 谢谢 好的 接下来我们认识 下面的这一对倾诉人 听听看他们的压力是什么 短片来了解一下压力倾诉 因为一点小事就和我说分享 其实根本没必要 我们之间很多事情都是误会 她心里一直有别的女人 这是我们之间最大的问题 堂堂和小李 是一对相识相恋一年多的恋人 眼看着甜蜜的爱情稳定而幸福 但半个月前发生的一件事情 让这段感情陷入了分手的危机 我在努力地不断地改变自己 但是在她心里 我永远不够好 永远地无法替代她的位置 现在我是不想再改变了 我只想让她变得更适合自己 更好一点 我就希望她能够理解我一下就行 好 接下来我们欢迎两位青苏人上场 欢迎他们 咱们先接着姑娘 唐糖 这是小李 欢迎你们二位 来 说说看压力是什么 是她一直在误会我 我不想让她一直在误会下去了 我想让她知道我是一直爱她的 反正我就不想按照以前那样了 剪头发只是我现在要改的第一件事 你剪一个头发就能做回真实的自己吗 说起这个头发 因为我们之前吵架 有点想矛盾就冷战 冷战大概都一星期没联系了 然后她就给我发微信说 出来吃个饭吧 那个我们好好谈我们之间的事 我寻思着那行啊 好好谈谈呗 下了班我就如约到那餐厅了 结果你还带一朋友 你说你跟我谈你还带什么朋友啊 我刚坐那儿 她就瞅见我 然后那表情就特惊悚 直接跟我来了一句 你看你头发剪的 跟那狗啃的似的 怎么就跟狗啃的似的了 狗啃的头发又是这样吗 而且朋友都是熟人 但是真的是 你哪怕提前告诉我一声说 那我剪了头发 咱们俩在一起一年多了 难道你就当我是空气吗 这两个头发多大点事啊 还得跟你商量啊 你不觉得这个事情不大吗 你朋友在那儿 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尴尬 就一个劲就没完了就说 你说你说两句就算了 然后接下来话 这基本上都是 你这头发就老太国才能剪 丑得要命什么的 我是当时是特别被震惊到了 大家没看过 她长头发的照片什么样 她长头发的时候是披肩发 而且烫的是卷发做了颜色 特别漂亮 结果她突然就 自己在家拿剪的 突然就剪掉了 自己干的 没事 她之前我一直都是短头发 后来跟她刚谈恋爱那会儿 然后你就跟我说 唐唐 你把头发留起来吧 你留长头发肯定特别好看 我当时一听 我心里还挺甜蜜的 我心里想着 行了 留就留呗 她喜欢我就给留长呗 头发长得慢 她还送了为假发 什么样的假发呀 就是倒腰嘛那种长 但我真觉得她漂亮 她适合你我才送你 然后你送我了 我拿着也没多说什么 关键是跟朋友一块约出去玩 去那公园 她还跟我说 唐唐你把那假头发给戴上吧 然后我就给戴上去了 你知道那天特别热 回去那脖子捂了 一脖子肺子 其实我觉得大街上很多人 你看都长头发 高跟鞋 基本上 恰恰咱这两位大美女 她们还是短发的 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说 女孩不一定说 所有人都要长头发漂亮 或者短头发怎么样 但我只是觉得 就她而言 真的是特别漂亮 跟明星相比 真的一点都不逊色 我现在看我长头发 底线照片我就恶心 我觉得我现在这样挺好的 我是真心觉得 你留长头发比较好看 问题根本就不是头发长的 你以前就是让我 按照别人的标准 我们刚认识那一伙 我是觉得她就是一个 大大勒勒的女孩 但她性格很好 所以我们在一起 但是我觉得 她在穿衣服打转方面 真的就是说 可能相对来说 比较差劲一点这方面 我怎么差劲了呀 你记不记得 那一次我朋友结婚的时候 咱们去 新娘子是焦点 结果她呢 穿了一大红裙 大家都不能想象 一大红连衣裙 特别鲜艳 她会跟我说 喜庆嘛 中国穿红的 那她还绣了一个缝 其实我觉得 就是像那个 环珠物馆里边那个 小燕子和我阿哥结婚的感觉 然后有不认识的朋友嘛 或者是嘉宾嘛 就是那种 就是可能不太熟的嘛 新郎新娘 然后跟她去道喜 特别尴尬当时 当时那个新娘子 也就是说没说什么 比较大都说没关系 但是后来的时候 我通过朋友聊 人家其实很在意的 如果说你想想 我们结婚的时候 如果谁去了 在那抢眼球 那我们肯定也不高兴的呀 我真的是觉得 对你好好让你变得更漂亮 难道我也有错吗 咱俩在一块 你天天都觉得 我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就跟你在一起买的全都是裙子 各种那样的裙子 他买高跟鞋来着了 对就按照他想的呢 大冬天的北京 那冷得要死 我穿一打底裤 我穿一裙子 扭着高跟鞋出去了 多高的高跟啊 8厘米 10厘米嘛 基本上都是那样的 很天高啊 对 他喜欢嘛 他觉得我腿直 穿那个好看 对呀 你说你这么漂亮的腿 你不穿高跟鞋不是浪费了 没想着我冷啊 我累啊 其实我是觉得 OK那你看你身材这么好 可以稍微地修饰一下 我觉得这样会更漂亮 而且我带你出去见我的朋友 肯定是把你打扮得漂亮一点 这就是每个男人 都会这样做嘛 然后我去给他 就是适当的 我看见好多东西 我都会给他买 那会儿我们创业特别难 然后就我刚创业 买没有什么钱 我去托朋友给他 带各种就是好的护肤品什么的 花了老多钱 给他买化妆品来着 是 那会儿就是他因为刚创业嘛 我们俩都比较穷 资金就比较紧张 然后有一次 他朋友是去韩国结婚度蜜月 他就悄悄让那朋友 给我带了四千多块钱的化妆品 我就不知道 然后回来之后 送我来之后 我真是特别感动 从那之后每次跟你出去 哪次没化妆啊 脸上化得现在都过敏了 长了一脸痘 我觉得他爱的根本就不是我 我在他心里 就是一个别人的影子 影子 对 你觉得你是影子是吧 你觉得呢 他总说我是在按别人的标准 去打造他 其实我只是想他变得更漂亮一点 什么呀 你听他在那说吧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你把我打造的那个方向 让我改的那个方向 都是你心里头 那个人的那个样子 你以为我不知道呀 但是我是没有说刻意去隐瞒 如果我要真的想隐瞒什么 或者是我要和别人怎么样 我就不会让他去我家 算了吧 你忙 你说让我去你家 先等着你 就特无聊 然后我说看会儿电影吧 结果呢 他那笔记本打开之后 那收藏家特干净 就一微博 还有一论坛 全是他前女友的 我就点开那个论坛了 然后发现那ID里 就有一个女孩 长得挺好看的 然后 多好看呢 说实话 那女孩黑糖质长发 然后看照片就是挺高挑的 特别会穿衣服 就打扮起来 有点零零的那种感觉 要 就男生都比较喜欢的 那种大家闺秀的那样吧 我吧 就反正就大大咧咧的 最多小家碧玉 其实我特别不理解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 我怎么做了呀 我只是无意间看见了 你点多让我觉得 你就会在争吵 我们俩都谈一年多了 你分手都那么久了 你竟然还收藏你他的东西 而且关键是收藏夹里 就他的东西 你什么意思呀 你知道我的习惯 我基本上收藏了什么东西 或者是弄了什么东西 我就轻易地不会去动它 因为那个东西 是我们俩在一起的之前 就是说那个账号 已经是固定的了 我们大学的时候 就有那个账号 很正常吗 我没看这个东西之前 我确实不会多想 但是我看了那女孩的照片 你见过她前女友本人吗 后来见过 在哪种情况下 她大约聚会 然后我们五周年 大学同学聚会的时候见过 但是我真的我不否认 我那次去那个同学聚会 其实我就是想看看你前女友 就想看你心里女神什么样 后来你就带着我去买双鞋 又是买了一个超高跟的 上去完之后 我才知道 为什么一双鞋这么重要 我不是就一米六三吗 穿你那鞋上去 最多一米六五 要你女神得一米六七六八吧 穿高的鞋一米七七八了 好 我往她跟前一站 就跟一哈比人似的 怪不得 你非得让我穿高跟鞋 你不就让我穿 我没这身高就戴不出去呗 跟人家差太多了呗 不就这个吗 我没有觉得 你比别人矮在哪儿 或者怎么着 我只是觉得 你穿高跟鞋会比漂亮 咱们要出来去见朋友 而且是见很重要的朋友 很重要的朋友 就是你前女友吧 你看你就什么事情 都把它扯到她那儿去 前女友有跟你交流吗 说一下这个还奇葩呢 你都不知道 我穿那高鞋 那新鞋不是打脚吗 后边就磨了泡 我说算了 我学校这儿不走了 我就坐这儿歇会吧 不行 拉着我 要去跟你前女友敬酒 你说你是不是有病啊 我跟你前女友敬什么酒呀 我凭什么跟她敬酒呀 你是介绍了她们俩的身份吗 她在说 当时的情况怎么样 过去了 那个小夕 这是我女朋友 你觉得怎么样 就这种的 你说我怎么样 女朋友叫小夕 对 还让你前女友评价 我怎么样 然后呢 怎么样嘛 人家就喝喝呗 还能怎么样 就那种的 关键是什么的 还说着 那个你不能喝白酒 来你喝这个 你怎么那么体贴呀 是不是 你那么体贴 你怎么不体贴体贴我呀 不是跟你说了 我脚上有水泡吗 不想走吗 你那么体贴的 人家都分手那么几年了 你还记得 人家不能喝白酒 到我这儿了 那脚上起着泡 流着血 都得站起来跟她敬酒 那是用生命在敬酒 为什么你把它介绍过去 你不说 小夕这是我现女友 来我们一起干一杯 而是说 我现女友怎么样 你到底想怎样 我觉得这个两个人 礼貌性的 就是说 但你不觉得这句问话 很不礼貌吗 什么叫怎么样 她要是带你去介绍 给自己的闺蜜 这我男朋友怎么样 你不觉得很不尊重吗 是这样啊 前女友对现女友的评价 可以作为一个行动参考 可以帮着她决定 接下来是否采取一些 摁纳了很久的行动 你比如说这个前女友 对着现女友的表情就是 她什么都不会做 知道没希望 如果前女友 对现任女朋友 非常有敌意 要不这就是你现任女朋友 对我当年差远了 怎么这样你也看得上啊 她就会发现 她跟前女友 重归于好有可能 她作为一个行动参考 但我真觉得 现在常常要比她好得很多 然后接着就是吃饭嘛 我们不是坐一桌 然后她前女友 就在另外一桌嘛 用你那余光 就一直瞟着你那前女友 你女神呢 在那儿呢 你都不知道 然后还有就是 有一男孩就跟她前女友 就敬酒搭讪 他一瞅见 我天哪 慌得不行了 拿着杯酒就帮她跑去 跑去之后 就拉着那男孩 跟人家寒暄 跟人家碰酒 你不就是心疼了呗 可瞅见你那女神 被别的男的搭讪了 你心里紧张了呗 就场嘛 你不就这意思吗 我过去是为了见我哥们 我肯定要去跟我哥们 喝酒 聊天 然后她就说 我是帮那个女孩去解围了 不想那个女孩喝酒 这个事情真的是就是说 你心在哪 看你怎么想 没必要 就是说因为很多误会 导致本来咱们俩之间 很好的关系 然后越走越远 我觉得你以前 就是不会干这些事情 现在就是说 你所有的事情 就感觉跟一个侦探一样 就是咱们俩出去活动 只要有女的在场 你可能就会在我后面 你朋友在一个宴会上 把所有的心思和眼睛 放在你身上 这不正常吗 难道她要放在 别的男人身上吗 到时候你有点不正常 你在那样的一个 偌大的场合 你熟悉的氛围 但她是个僧人 你应该处处照顾她才是 这才是你的重点 要不然你带她过去干什么 她是个摆设还是什么 她不是喝醉了吗 我跟朋友就把你送回家 你躺在沙巴上 我心里想着跟你醒酒 我就去拿那毛巾 刚擦她脸上 嘴里就嘟捞了 你前女朋友的名字 酒后土真言是吗 酒后土真言 你觉得我可能吗 我又不聋 你喊没喊我不知道呀 我怎么喊描述一下 她就喊一句小西 不可能 因为我喝完酒之后 我从来都不说什么 这就睡觉 这没有第三证人了 喝了酒不存在什么 可不可能 我问你 如果你现在 以前的女朋友回头找你 你愿意吗 摸着自己的良心说 你愿意 不愿意 那你会怎么拒绝她 说说你们分手时的情景吧 就是太现实了 我觉得 我那会儿 心情条件太差了 我满足不了她的要求 她妈妈说 如果你想继续 和我的女儿在一起 你就买一部车 写在她的名下 就是类似于订婚吧 但是因为我们家 是外地的嘛 而且小县城的 条件也不好 但是我最后还是就是说 我硬着头皮 跟家里边去说这个事情 就已经准备 就凑够这个钱 然后去谈这个事情 我还特意去 遇到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请她的父母吃饭 然后谈这件事情 结果那天 那天吃饭的时候 她父母突然变卦了 她父母说不行 你虽然有三十万 你也配不上我女儿 你什么都没有 对于刚毕业的穷小子 你就没有前景 我第二天早上起来 都收到一条短信 她跟我说分手吧 没有别的内容 就几个字分手吧 那一段时间 我是觉得爱情 和我没关系 就我觉得 只要有钱就会有爱情 什么样女孩都会这样 所以说参加这次 五周年的同学会 你在你自己参加 和你女朋友 一块去参加的时候 你会特别重视 其实我是特别想带她去 我就想 其实我觉得 堂堂她是个 特别好的女孩 她不会因为 我的条件怎么怎么样 或者因为我的现状 怎么怎么样 远离我或者是怎么样 后来我们在一起了 我觉得 我找到这么好的女孩 真的就是我的福气 那我帮忙 让她办得更漂亮 更完美 我只是想这样 好吧 简单面对面 听听看嘉宾的意见 我觉得 就是有一些人伤害过我们 在人生路上肯定会有 但这些人也让你成长 真正报复人最成功 最棒的一种方法 就是你过得幸福 幸福到完全忘了它 如果说你觉得你现在 就是说你成功了 还要让她来评判 说你是否成功了 那你其实是很失败的 一个选择 小李 你说 你想要对唐唐好是吧 你认为她是最好的女孩 那你能接受她想要的好吗 她喜欢短头发 她喜欢可能穿T恤 牛仔或者平底鞋 她从来没有直接拒绝过 我说我不喜欢 现在呢 唐唐你想穿什么 我就想穿我现在这样的 那你能接受吗 我可以接受她现在这样 但是我只是觉得 她那样会更美 我可以接受 为什么我会问你 你能不能接受 唐唐现在这个样子 每个女人就有 每个女人的样子 如果我觉得 你很尊重唐唐的话 你可以给她提建议 说我觉得你长头发好看 我觉得你穿裙子漂亮 我觉得你穿高高鞋漂亮 我觉得你化妆漂亮 但是不是强迫 因为你不是女孩 你不知道女孩穿高高鞋 脚打起泡那种感觉 她都已经提摔了 我脚打泡了 我不想穿高高鞋 可你还要强迫她 其实你就已经没有尊重她了 因为你想的是 你心里那个样子 未来结婚 其实你是跟她的性格结婚 你不是跟她的外表结婚 爱情本身在一起 除了爱以外 还有一个就是彼此在一起 舒服 如果爱在一起 彼此都不舒服了 我觉得那个爱也不叫爱了 我问一下唐唐 你有微博吗 有 你的微博在她的电脑里边存在哪 关注的人里 没存在其他地方 只是放在了关注的人里 跟其他她所有的朋友们 在她关注的人里面 是一样的位置 对吧 对 但是前女友的微博 被单独留在一个 很干净的收藏家里 也就是说她对你而言 跟其他所有的朋友们 不一样 我没有下结论 你想对你前女友干什么 我是经常看 好 很坦荡 该坦荡的不是绝对坦荡 那是这样啊 几次 她对你进行了 语言上的不太好的形容 基本上她对你所有衣服的评价 进行大量的消极评价和语言攻击的时候 都是你作为她的装饰品 失败 所以我特别奇怪 女朋友在你心中 是不是一个用来装饰的勋章 你没有对她进行呵护 没有跟她之间进行必要的感情互动 问题不是说她能不能容忍 堂堂现在这样 是堂堂一旦就是这样了 她也不至于上去 把堂堂的头发薅干净 她只会在一些时刻 进行大量语言攻击 这些语言攻击 包括当着一个朋友 坐在餐厅里 你有病啊 跟狗啃的一样 这种语言攻击 直到堂堂扔掉筷子 不想听了 受不了了 离开走为止 如果堂堂愿意保持这个样子 她会继续进行各种语言攻击 是吧 堂堂 反正就是不好听 特随意 那话特别随意 所以那个问题我隐身一下 堂堂如果以后就愿意这样子 你能不能保持 不进行任何语言攻击 让她就是这个样子 可以 因为我们刚刚认识 不进行任何表情上的 无声的语言攻击 比如说一看 不进行这种表情上的 无声的语言攻击 让她做她自己 可以吗 她同意了 但是堂堂 我依然要向你强调 你在她人际圈 所有的重要活动上 没有得到她的感情呵护 你只是在作为装饰作用 作为一个勋章 帮她长面子 这个功能性上 做得不好的时候 她立刻会特别夸张地对待你 你仔细思考一下 你在这个人内心深处真实的位置 然后再做什么判断 好吗 你的前女友和她那个妈 哭着跪在你面前 我们错了 我们当时瞎了眼 没有认识到你是个潜力骨 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这样的画面 如果真的哪天 矗立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或者说这样的画面 你有没有营造过 我觉得这很不切合实际 我不会去营造这种画面 或者想象这种画面 你有没有营造过 或者是想象过 他们终于有一天会后悔 当初那样对你 你有想过吗 我只是想让我自己过得更好 我没有想过其他人 你看 你的嘴热总是容易出卖你的心 你那样想是很理所当然的 你那样想在最初创业的前期的时候 你是很能够这样想的 如果你不会想 也有可能那是之后 因为你真正地理解了幸福之后 你可能不会那样去想 但是事实上证明 你一定会这样想 为什么 当你用语言来羞辱他的时候 就像当年你那个前女友和妈 羞辱你是一样 所有的男人都喜欢看美女 但是任何一个男人 都不希望自己身边的女人 总有一天整容成那个样 这是调查数据所显示 因为你身边的爱人 已经丧失了她的独特的特质 所有的美女都是一个样 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她就是她 她之所以成为我的妻子 那是因为我喜欢她那独特的一面 所以我大概是不相信一个男生 总是要自己的女人 要打扮成什么样 打扮成什么样 那你喜欢她什么呢 你刚才说 你喜欢她以前对你的照顾 喜欢她的那种善良 但是我不觉得那是基于 对一个女人和爱人的喜欢 是对于一个女性的欣赏 这个人性格不错 并不代表你是在爱 幸福的四大法则 心中无恨 脑中无忧 过而不悔 了而无憾 你想想看这四点你有没有 我觉得你心中有恨 如果你心中要是没有恨 你不会那么地在意 你前女友当初对你的羞辱 如今怀念起来 你还是咬牙切成 你脑中有忧 你生怕自己的女朋友 不如前女友 你生怕旁边的人看不起自己 所以才对她严加要求 你对过去也一直有悔 或者你一直没有走出来 你是有遗憾 所以我可以说 你可能可以成为 在工作上是个极为努力的人 你很有可能将来 获得极大的成功 但并不代表你幸福 至少你身边的这个女人 就没有感觉到 被呵护 所以我想告诉你的小伙子 就是如果你真的 想要做一个幸福的人 就把你的事业和情感分开 你事业可以很成功 但成功的事业 需要爱人的分享 爱人不是在自己生命当中的 一个所谓的装饰物品 一旦按世俗的眼光来看 丢了你的面子 你就开始恼羞成怒 而不是去好好地去呵护它 让她感觉到 在我身边 无论发生什么样的窘境 我或者脱下西装 我或者做出一些行为 都会让你感觉到温暖 我觉得这样的男人是强者 否则的话你会很累 如果你那个前女友 在五年之后的朋友聚会上 带来了一个比你强上百倍的男生 那你心里又会怎么想 那你又要去比吗 不比 那跟我们没有关系 那是别人的老婆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只要看好我身边的人就可以了 我不是说人不要奋进 但奋进与情感无关 那么接下来唐他要去到密室里 小李 可能四位嘉宾的剖析 或许是你从来的五年时间当中 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 但我们今天重新面对它 我们检讨一下自己 过去在心结上 是不是有些问题 有失偏颇 尤其是对待女朋友的问题上 好 大声台上大声说说 我要记住 其实当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 你也没有穿高跟鞋 你也没有长头发 但我还是很喜欢你 一年多以来 我跟你说 长头发你会更漂亮 今天到这儿我才明白 原来你并不喜欢 我所谓的美丽 我想说 无论今后你怎么样 你喜欢穿运动鞋你就穿 你喜欢牛仔裤 我陪你一起穿 你喜欢短头发 就短头发好了 我希望 我们在这里可以打开 之前的一切心结 我们继续牵手回家 我真的 因为你做了太多的改变 但是你对我的这种美的定义 完全是因为你心里那个影子 其实你自己也明白 不管你再怎么说 这个是事实 我觉得我受不了那种 三个人的生活 我没有信心 那让我们回到现场 如果大家还是希望他们在一起的 请在表决器上按赞成见 大家不太赞同他们继续往后走的 请按反对键 请按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有过半的观众 百分之六十三的观众还是希望你们在一起 好 接下来会被你生起选择住 如果你想选择放弃 那可以转身离开 如果还要坚持心中的唐糖 那就按一下这个红色按钮 密室门会打开 如果唐糖也想和你继续牵手 他会从密室中出来 如果他想和你分开了 那就留在密室里 好 接下来请为小李生起选择住 请选择 请选择 希望过去参加同学会那种 每一个指标你都要赢过对方的心情 从今天开始让这样的成功变得朴素一些 对待女朋友的这个情感再朴素一点 好吧 好 再见 再见 我还是决定放弃 我只想要一份特别简单的感情 不想那么复杂 太累 中国故事 天下传奇 重庆卫视